本集继续和大家分析基本面 基本面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一间公司或证券的内在价值 比较准确地去预测公司的未来表现 基本面分析的优点是可以提供长期投资的参考 投资者可以透过基本面分析找出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但是基本面分析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它无法预测公司和市场短期波动 而且行业可能会受到例如政策、创新技术和市场竞争等意外的情况影响 投资者应该综合考虑其他分析方法 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 今集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